小方老门里跟人带一趟 这边就带一趟 楠楠 还是跟我回省城吧 你一个人留在这个鬼地方 我还真是不放心 看孩儿的妈你说啥呢 这不还有我在吗 有我在丫头没事 就是 阿姨 你就放心吧 楠楠肯定没事的 娘 找不到高凌峰 我是不会离开的 卢西 你帮我好好照顾我娘 麻烦你了 跟我还说这个 客气 老鲁啊 你已经退出江湖 就别再逞了跟那一帮人 你争我斗的 你如果想回省城 就回来吧 我会好好照顾你 这么些年 我也没抱过你 来让我抱抱吧 那个 等丫头 心情好点了 我带丫头回省城去看你去 好 嗯 你自己也保重是你 嗯 行了 走吧 你保重 走了 上车啊 好 叔叔走了 拜拜 我自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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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大俊 走 看见了吗 这中国人的贪矿企业刚走 白龙飞就把小日本的贪矿队弄来了 日本人是不会得逞的 我要揭露他们 我要告诉所有人 人治安的真相 所有人 我打个招呼 陆司令 陆司令 真巧啊 白司令 整这么大真是又挣钱了 有吗 陆家矿业过来开矿 赚钱的是零一成 老陆啊 说话小心一点 小心招货啊 中国有些老话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啊 你也小心点 担心后福自有天定 但我相信 人定胜天 到了 来了 这两位是关东军派来的勘探张家 河野三位 宇田中尉 是 请 请 司令 什么事啊 不会吧 老爷 你可回来了 夫人怎么样 夫人 不太好 你怎么看着她的 你是干什么起来的 你是干什么起来的 夫人怎么样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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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如 薛如 先出去吧 小薇你也出去 带她出去 是 我知道小弟不在了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可我刚刚当上灵异室的市长 确实太忙了 这两天没有回来陪你 你就别怪我了好吗 你不用说了 不用管我 你出去吧 我想见一见 可这能怪谁呢 她的脾气你清楚 她刚别自用做事不计后果 根本就没把我这个姐夫 放在眼里 现在赔上了性命 还背上了个 违抗军令的罪名 她是自作自受啊 什么自作自受啊 薛如他已经死了 他已经死了 你还要指责他吗 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你们是不是还这样说他 我要和他一起走 我要和他一起死 薛如 你干吗 你 你干吗呀你 你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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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没事 前错完错都是我的错 以后别再糟蹋自己 别再生我的气 我再受伤也无所谓 对不起 你坐下来 我帮你包擦一下 咱们 这几天是恩继组还暗时去市政府上班吗 暗时 但是后天中午才有事 要在灵异大饭店招待一个人 从锦津过来的 一个黑老大叫黑霸 后天中午 后天中午 白龙飞不是要在名流俱乐部 举行欢迎日本人的宴会吗 怎么 身体组不去 他叫了杨虎威和石榴去的 石榴 叫得挺亲的 这旁 看来你终于进入角色了 你骂人是不是 你们这次是不是有什么大的任务啊 带我一个呗 你的任务就是当好卧底 千万别冒失 一旦你暴露了 咱不就前功尽弃了 我是卧底 不是臣底 这么大的事 你不带上我这员大将 你觉得合适吗 行了 这是队长的命令 不是 瞧不起人是不是 你别忘了 高临峰谁救回来的 都长本事了是不是 别贫了 我还得赶紧去通知一成 让他准备明天的行动 不是 一成 他就是个放风的 他的有任务我没有 当好你的卧底 没有 全长本事了这 进 立方 等你半天了 贵夫都怎么样了 好的不能再好的 来 这这这 行啊 你就真是一天一个样 我 谁啊 快看你跟我说去 明天中午 白东飞要狂戴鲁家的矿探队 城里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到场 所以警卫的重点 都会集中在名流俱乐部那边 那申计组去吗 据志鹏说 申计组让杨虎卫熊卖人去 他要去零一大饭店请客 按照申计组的时间规律 他应该是从市政府那边过去 小时桥是他的必经之路 那个地方我已经实际考察过了 非常的僻静 是咱们动手的好机会 太好的机会 既不合适 就那个时候动手 我们这次在地图上 标注好进退本地 然后我会一击命中 争取过支配 需要多少人 越少越好 为什么 因为我上次的失败 已经失去了红桃 不能再要闪失 可是林峰 杀身继组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现在兄弟们全都憋着一股劲 要为红桃报仇呢 我知道 但是我们是去偷袭 我带那么多人去 我能赢吗 成功不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 行 就这么定了 不争执 喝茶 茶不错 上完件事呗 帮个忙 你说 私事 晚上能不能让蓝蓝来的 这个时候见蓝蓝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当然 万一再不见 就又见不到 别胡说啊 行 我不要走 你不要走 怎么样 是不是不错 美国的 大哥 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啊 你帮我办个事情 一定要办得漂亮一点 您说吧 杀了神机组 大哥 他怎么了 想反派啊 只有你别管 在灵异城 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明白 什么时候动着啊 明天是欢迎宴会 让虎卫 兄妹都会到 老东西 要是问起来 不是有黑旋风的吗 是啊 除了 你别管我 �伍 去 上海 下去 你不能在哪里 我打拼吗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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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想来看看老司令 没想到这么不巧 那就当陪陪我嘛 反正我一个人也无聊 好啊 没想到 领依诚行事恶化了这么快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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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能开玩笑 吓死我使劲 好吧 稍点正事 和你一起过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看见过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以后可别再这样了 把自己的性命赌气 我可不允许 对不起 龙飞 我一想起我父母的仇还没有报 我的心里就难受 只要你答应我 帮我的父母和鲜辉报仇 我以后都不会发脾气了 还有个事啊 小文就要上高中了 我想送她到日本留学 安腾先生说能帮忙 你怎么看 送小文去日本留学 好端端的 为什么去那么远啊 这样我怎么舍得 小文接受日本的教育 对她的将来是会有帮助的 柯两天呢是假期 我想先送她到省城的 接宿学校补习日语 都安排好了 你说好吗 那就是说 你已经决定了吗 那我还有什么办法 算了 你那么忙 还是我送小文去省城吧 也好 你也可以放松一下 散散心 睡觉吧 一万 姜伯 最近白龙飞 对你跟老张 有啥动作吗 他现在立足未稳 能管咱怎么样 这不前两天 还找大伙喝了顿酒 又是风官又是徐院 难不 还说了您不少好话 他说话能信吗 跟放屁一样 我老鲁一不怕君子 二不怕小人 就怕像白龙飞这样 两面三刀的伪君子 难不 司令 郑国 不好意思啊老司令 给真机队两部人劝架 所以来晚了 我说这三千鱼等你半天了 该你了 好了 算了 我说方郑国 你小子行啊 脸变得够快的 这老司令才下来没几天 你就抱上白龙飞的粗大腿了 李团长可能有所不知 我这么做呢 也都是老司令的意思 东风 司令 您这啥意思 啥意思 这不明白啊 白龙飞现在是你们的顶头上司 你得跟我把关系撇清喽 要不然他迟早再算进你们 虚言复试 见风使舵 这种小人的过程不可算不来 那边 怎么做不来啊 演戏不会吗 演给白龙飞看 你关心还得演得像 这样才不才有机会呢嘛 这点事不明白吗 这个白龙飞啊 竟然让一帮土匪穿军装 成何体统 难怪人家说我们是军匪一家 你就别提了 我就看着那帮土匪满大街的横荒 我都想拖着这事又不干了 丢不起这人呢我 你瞧你那样挤的 什么就不干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少啊 我老陆让老胡给掳下来 一掳到底 我都没说啥 让你们几个装几天孙子怎么了 不过老司令 上风这么对你 是的太有人心寒了 啥心寒的 我看得太明白了 打我进这圈我就知道 这就这样 你看我跟老胡这么多年的感情 都抵不上日本人的六万块大洋 这就是官场啊 怎样啊 您呢还就别抱怨 你说那高连锋 想当当的一条汉子 是能文能武又热血中肠 就这么白白搭了一条命 你说他远不远 同众 凡是对得起的都远 是吧 高连锋话不是说回来 确实是疗汉子 是吧 你要连兵都搭上去 是个君子啊 我老鲁虽然不是啥君子 但起码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是吧 你瞧瞧跟这帮疯狗的小日本 打济南事变开始 就盯上华北东北了 我那老哥 东北那老哥张作霖 不让他们给炸死了吗 像反过头要盯上 咱们地下那黑金子 这能给他们吗 要我说你们还得把手里人 那枪杆都过去 一旦遇上这帮疯狗 还是这玩意儿好使 四万 对了 司令 你家兰兰 您是接了个采访任务 要出去几天 这日还给您留单信 这疯牙子 你说干啥去了 兰兰 对 我还活着 对 我还活着 对不起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我为什么没有早告诉你 因为我 喂 懒了 我还没死 高丽芳 我告诉你 以后你有什么事儿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觉得你死了被人不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nhiềuIR 我听见了 我想死 Rudolph 你 不回事 你上不好了没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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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行行行 你瘦了 怎么回事 瘦了 来 来 你看 你知道我在牢里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愿望是什么 我当时就想 如果还能活着出来 就一定要好好地吃一点 因为饿呀 每一天都饿呀 但是我还想如果 能跟你一起吃顿大餐 然后再喝点小酒 人生 知足了 知足了 我当时就这么想 真这么想 结果今天就 实际了 快 陪我实现这个梦想 姐也多你做的 当然 正常 不是 你怎么样 除了想我以外 还好吗 好 好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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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不说了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要回声成办 凡事都要小心 忍心婆测 我也要办一件事 等办完以后 我去省城找你 你要办什么事啊 我能帮你吗 不需要 你等我就喝了 等我就喝了 我等你 来吧 来吧 为了我们能 吃上大餐 吃上大餐 圆你的梦想 炫了吗 nichujuf нет 日本客人队宦会 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菜谱已经给安董先生看过 他非常满意 一会准时过去接一下客人就可以 那好 你去执行吧 好的 白司令啊 你果然是勤政啊 这么点小事 也用劳您大驾呀 毕竟和陆家的人 是初次见面嘛 还是仔细写好 往后熟悉了 就什么都好办了 对了 宴会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和您一起走吧 白司令啊 我上来就是 给您说这事的 你看啊 今天中午我有个应酬 实在脱不开身 所以呢 一会儿啊 让虎卫兄妹代表我去参加 还请白司令逗逗关照了 应该的 好 那您先忙 我就先行一步了 那当家的 咱们白司令还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咱们朋友一场 之前我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 还请多多报害 您这说到哪儿去了 我这个人啊 没那么多事 谁对我有恩 我会记得一辈子 至于那些得罪的地方嘛 喝顿大酒 我什么事全忘了 好了 我就先走了 慢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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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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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藏家 今儿宴会一定特热闹 我 我还没见过呢 我可见多了 这种地方 你看到最多的 就是上个人对你的崴眼 我可不愿意去这种破的地方凑热闹 一会儿呢 会有车子 我们桥上开口 你们俩都够记忆了 描准了开车 把车里所有人都给我干了 今天的任务咱就算完成了 怎么样了 估计我们不能在桥上动手了 瞧见塔楼上那几个人呗 估计啊也是冲着申机组来的 这样 这塔楼上最佳的设计位置 是在桥那边 咱们把他们的车 在桥这边就给它接住 好 速针速决 行 我也到这个大桌上来 敬你杯酒 让我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我新进收编的 仙石山的部队的首领 杨虎威和杨石榴 听说你们最近修了了一批流寇部队 说的就是他们吧 会说人话吗 什么叫流寇 都是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 他的手下全都是虎狼之士 很厉害他 还有啊 你们要找的高热质煤矿 就在他们仙石山的后山沟 杨先生 那就麻烦你们了 请他关照 二位队长 怎么 要不搬两把椅子过来 一起吃 在这儿 别吃不饱 都是自己人 我就不讲客套话了 他娘呢 他为啥挺那儿的不过桥呢 他妈 好像撞人了 怎么回事啊 下去看看 操不出来 你都现在冲了 大哥 这个角度根本打不到车里 我他妈知道了 走 下楼 从前往大学你坐下 老大 你要打的是神机组啊 他妈怎么这么多废话 你没长眼睛呢你 你是不是眼瞎呀 谁的车都敢挡是不是 你 下去看看 把他车给我挪开 什么人 站住 站住 咋办 还追吗 你这么傻啊 怎么追啊 两条腿能追上四个咕噜的 这什么干的 这干的愁的 都让别人给闹了 好像没咱兄妹什么事啊 谢莫杀驴 这帮人 算什么东西啊 骂谁呢 对 是 你 我 你 对 你 现在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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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途娘的给我听好了啊 老子我可是你们请假单的客人 不是来给你们做小媳妇 以后啊 谁要是敢在我和我妹的桃上 把水发尿 老子就帮死她 杨虎威 你干什么 放着客人的面 你的礼貌都没有 这白司令的面子 不 还是要给呢 走 这鬼地方 就不是咱们应该来的 此书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这要是在山上 我早都给咱了 大当家 大当家 我慌什么呀 不好了 老当家 老当家被人给劫了 劫了 谁劫的 高临峰 高临峰 放屁 高临峰他把从坟里爬出来了 绝对没错 我听见老当家在车上喊了一句 高临峰 你诗人诗鬼 你确定你没听错 绝对没错 那 当时我还没来得及拦车 就有三个黑旋风打扮的人下来 那朝着车就是开枪啊 那 你咱们有点太乱了 你 你 你是说 高临峰劫走的老当家 不是 还有黑旋风朝着你们开枪 不是 朝着车开枪 那子弹都都贴着我头皮飞啊 就不是我走得快 连我都没病了 这不可能啊 咱亲眼看着高临峰死了 咱没找出他尸体啊 快 这高临峰叫真是没死 老当家的落在他手里没个好 这黑旋风又是谁啊 这事到底是谁干的 刚才发现桌上那些人 个个笑礼藏包的 都有可能是木偶黑手 舅舅要是落在他们手里 很危险 哥 咱们得想办法救他 去找白龙菲方吧 不行 咋的 白龙菲法案信不过 万一他要把事闹大了 高临峰付票怎么办 那 那咋办 这事听我的 蔡德本在哪儿 蔡德本 蔡德本带着楞三儿和金四 出城执行任务去了 咱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啊 那就好 咱们现在要办的 就是不能让蔡德本的 人知道 不是 你打算怎么办 山猫子 让韩志鹏立刻来真机对见我 快去 好 韩志鹏 老子一吃在里头 他为啥要回来啊 怎么样 终于看清他的嘴脸了吧 什么呀 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 赶紧正义对我 他怎么就不是一回事 好 家带 你今天太不冷静了 我觉得我已经够客气了 家带 你喝多了 去醒醒酒吧 我没喝多 和那些流氓强盗 坐在一张桌子上 我觉得耻辱 这流氓强盗怎么了 大家接受绑票勒索 是我们这些上等人干的吗 没有他们赶走中心矿业 我们怎么可能拿到探矿权 强盗有强盗的用处 何必去招惹他们 你是为了高临风对不对 父亲 家带 2 你 傻子 试吃 我 你 我来 这次是高临峰派你回来的 对吧 他上哪儿派我来啊 阎王殿呢 你少跟我装糊涂 高临峰没死 这事你最清楚 这他哪儿跟哪儿啊 你从哪儿听到的消息啊 是 第一回是我想救高凌峰 那是因为我欠的一条命 我得拿命去还 我认账 但这一回 你们是亲眼看到我朝高凌峰开枪的 对吧 高凌峰也是在你们面前露露悬崖的 这怎么现在又神起我来了 我有这么该死吗 韩志鹏 你那天可怜巴巴地求我把你留下来 你是有目的的吧 你就是高凌峰派回来的内鬼 你们联合起来把我舅舅劫走 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打住 石榴 我先问你啊 你别哭 你确定高凌峰